还在花钱买CAPCAD PRO 其实免费最能用 今天我要教你完全不用付钱 不需要导出照样用CAPCAD PRO里的高级功能 而且不用破解不用外挂 更不用客金 还在付费的你 编好订阅收藏赞 赶快和我一起上高铁 前第一节到第八节没人闹 哎呦呗啊 他妈一开车所有人都挤到妈的 第九节第十节 来吧宝贝 我以为正常使用CAPCAD 给影片上一个字幕 然后选择一下文字特效 但实际上付费计划已经在等着你了 咱们先来上下一个素材 直接就用PRO功能 自动上字幕收费是吧 用 滤镜收费是吧 用 特效 转场 音乐和文字特效都收费是吧 别怕 框框一顿用 点完后先别着急导出 因为专案还有PRO功能 不付费无法导出 一般人到这边就卡住了 但我们今天要走旁门左道 好啊可以开了 当我一步一步来 先在时间轴把所有素材选取起来 按右键点选建立复合式片段 再次按右键选择预处理复合式片段 这一步很关键 它会显示一个处理中的进度桥 等它跑到百分之百 一切完成后 我们就要去挖宝啦 我们试试看 在键盘上按下Windows键加R 输入AppData 然后按确定 然后点击local资料夹 再找到CAPCAD 最后在右上角搜寻关键字Combination 找到最新的资料夹 这就是你刚刚那支影片 你们会有一个预处理过的影片吧 我们来点开验证一下 说干就干 打开剪映 这次我甚至上传一个超长的影片 同样也把付费的功能都安排上 然后用相同的办法 相同的操作 不过注意 因为是用的剪映 所以这里要选择剪映的资料夹 然后试试看 能不能也用跳过导出的方式 把影片找到 我们在资料夹找到影片之后 记得把这个影片档 复制到你自己新建的资料夹里 避免因为编辑修改 而造成最终效果丢失 现在你就可以永久使用Pro效果啦 哇哦 大开眼界 好啦 如果你学会了就要记得 在留言刷一句 Capcom白票成功 也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这种内容 我之后还会报更多 下一支影片 我会教你怎么用 AI编影片自动配音 将翻译食果语言 想学的快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 掰啦